上周我反观到了 我的求肯定求认同的模式 你说什么 求肯定求认同 就是这个模式 求认同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特别是对您 是很深的 然后当我深入去了解后 我发现内在有很深的恐惧不安 像是精神食粮一样 然后当我在课堂上分享出来后 它又巧妙地转为另外一股能量向外抓 我的问题是 就是由于我内在的恐惧不安 衍生了某个习性 当我愿意如实地面对并承担它的时候 它就会像在另一个习性上冲动 而且有时候不止一个 然后每次察觉时也是后知后觉 我想淡化这样子的习性冲动 然后跑来跑去折腾自己 绰号生命 然后呢 我刚刚感觉郭老师的那一粒黄豆 好像回答了我的问题 但我想听一下郭老师可以给我更多的一些指点 谢谢郭老师 那已经回答了 后面刚才又回答那位学员的问题 一样这些都已经给你很丰富的材料内容了 现在重要的是要去消化 要好好去体会去消化 然后练习着去做 不贪多 而是要精细 但是精细并不是变成一门深入 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现在要好好地把它消化 消化之后 然后我们又继续再学习 再成长 但是每个过程都不是胡伦吞藻 每个过程我们都要脚踏实地实实在在 每个过程都是一步一脚印 不要偷鸡取巧 也不贪求快速 不懈怠 不懈怠 但也不贪求快速 我们每个过程都是脚踏实地 把每个步稳 把每个步骤都扎稳做好 这样你的生命它就不断地在成长了 你内心的那些要求什么肯定 当然这是正常的过程 也容许自己有这样的过程 如果你以你现在的年龄 没有这样的过程 那就是不正常 所以那种不正常的正常 很正常 接受自己 这样的话 我们有不正常的一遍 我们才有需要再学习 所以同样不是放纵 但是给自己有更大的空间 鼓励自己 无限可能的成长 不断地自我挑战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可以考虑 我可以考虑